材料清单,鲫鱼,一条,豆腐,生姜,葱,油,盐,料酒,鲫鱼洗净,平底锅烧热,放入少量油,将鲫鱼放入,煎至两面成金黄色,煎的过程中火力不能小,要中火,中大火相互转换为一,将两面煎成金黄色,依次加入了大葱馅,姜片,热水大火烧炭后继续煮7,8,温中,转中小火煮20分钟左右。 最后加入豆腐煮熟后,出锅前调入盐,撒上葱花即可,鱼汤本身就很鲜,所以不建议大家积情获为精,小些是基于含蛋固醇较高,中老年高血压,蛋固醇偏高折少许为佳,豆腐,蛋白质含量丰富,而且豆腐蛋白薯完全蛋白,目前含有人体必食的八种氨基酸,而且比例也接近人体需要,营养价值较高, 豆腐内含植物磁激素,能保护血管内皮细胞不被氧化破坏,常时可减轻血管系统的破坏,预防骨质疏松,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发生,是更年纪妇女的保护神。 豆腐中丰富的大豆卵磷只有1人神经,血管,大脑的发力生长,大豆蛋白能夹到好处的较低,血脂,保护血管细胞,预防心血管疾病,豆腐排队病后调养,减肥,细腻肌肤,气痕有好处,有这次。 不过豆腐消化慢,小儿消化不良者不宜多时,豆腐含调韵较多,痛风病人及血尿酸浓度增高的患者证实。